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创造力 创造力可以说是当今最被重视的素质之一 公司老板希望员工具有创造力 不断开发出新的产品 家长也希望从小就培养孩子的创造力 让他们赢在起跑线上 但是如果你问人们 到底什么是创造力呢 要怎么培养创造力 很可能每个人的回答都不一样 说什么的都有 这个时候就该听听专家的意见了 本书的作者是知名的心理学家 米哈里·西斯赞特·米哈伊 他最有名的贡献是创立了心流理论 来解释人们该如何获得幸福 不过除此之外 米哈里对创造力也有着很深刻的研究 在他看来 创造力不仅能推动社会发展 也会让人更幸福 当画家在画布上涂抹颜料 数学家面对公式名思苦想时 他们就拥有了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感觉生活充实又有意义 那为了研究创造力的本质 米哈里阅读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他还采访了许多富有创造力的专业人士 其中包括了14位诺贝尔奖得主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米哈里就发现人们对创造力有着很多的误解 比如说说到创造力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都是那些耳熟能详的天才 像是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 或是改变手机行业的乔布斯 但是米哈里认为 个人只是创造力的一小部分 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想要真正的理解创造力 就需要从更高一层的系统角度去看 在这本创造力当中 米哈里构建了一个创造力系统 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创造力的本质 同时它也提供了许多建议 帮助培养和发挥创造力 下面我就通过三个问题 来为你解读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创造力有哪些元素组成 第二创造力是如何运行的 第三如何提升个人的创造力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问题 创造力都是由哪些元素组成 本书开篇米哈里先对创造力下了个定义 创造力是指改变社会某个领域的能力 它可以表现为某种观念 行动或者事物 那这个定义的重点是改变 人们对创造力最常见的误解 就是把它和才华混淆起来 其实这是两种不一样的能力 才华是说人们擅长某个方面 但是才华和成就再高 也不代表他有创造力 比如说一个NBA的超级球星 他一定很有才华 但这并不代表他有创造力 因为他做的事 其他球员也在做 他只是做的最好最优秀 但是并没有给篮球带来创新 那么哪些人富有创造力呢 典型的例子就是梵高 梵高生前默默无闻 没有获得任何成就 一生画了九百多幅画 只卖出去一幅 生活是无比的凄凉 那直到他自杀之后 人们才意识到 梵高的艺术价值 他的印象派风格 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艺术界 激发了无数的创作灵感 大大改变了人们的审美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有没有创造力 不能看他的才华和成就 而要看他有没有通过创新 改变人们对事物的已有的看法 那么创造力有哪些元素组成呢 一般人都把创造力看成个人能力 就跟唱歌跳舞一样 有人擅长 有人不擅长 但是米哈里认为 这没法解释一些现象 比如 为什么有的地方 创造性人才会集中出现 像是许多 最有影响力的艺术作品 都诞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的 佛罗伦藏 如果创造力只跟个人有关 那只能认为 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基因变异 接连不断的诞生出了杰出的艺术家 这个显然有些牵强 米哈里就认为 创造力的发挥不仅依靠个人 更要依靠整个社会大环境 创造力与三个元素紧密关联 分别是领域 学界和个人 我们先说领域 这是指由相关知识构成的专业领域 比如说绘画 物理 法律 每个都是独立的领域 不同的领域 有不同的知识体系 你要研究物理 就要被各种公式定律 你要学习法律 就要阅读大量的案例法规 那所谓创新 就是人们发现新知识 改变现有领域的过程 比如爱因斯坦 就是在牛顿经典物理的基础上 发展出了相对论 不同领域知识的特点 会影响创造力的发挥 有的领域 比如说数学和物理 参与者 大多年轻的时候就做出贡献 年纪越大 越难有新发现 这是因为这些领域的知识 逻辑 严密 结构清晰 对头脑的洞察力 和反应速度 要求很高 所以 就算是天才 如爱因斯坦 他的物理创新 也都是在40岁前完成 反例 就是艺术绘画 绘画呀 是一个结构性 不强的领域 充斥着各种流派和风格 学习绘画 要花大量的时间 经历 就算有创新 也常常要和梵高一样 可能要等很久 才被认可 所以 想在艺术方面 发挥创造力 往往需要更多 时间的沉淀 同时 一个领域里 知识的更新 也会激发创造力 佛罗伦萨 在文艺复兴时期 建造了许多宏伟教堂 这些教堂 宏大拱顶上的 巨大绘画 都被视为瑰宝 深刻影响了 后来的绘画创作 而这些作品诞生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当时的建筑师 研究了古罗马 万神殿的结构 重新掌握了 失传已久的 拱顶建法 这才让艺术家们 有了充足的空间 去绘制 他们理想中的作品 这就是领域变化 影响创新的例子 下面我们再来说 学界 学习的学 世界的界 那所谓学界 就是领域里的专家 他们的任务 是判断某部作品 或者某个发明 发现 是否值得 作为新知识 去推广流传 如果没有学界的存在 我们的生活 会充斥着 无意义的研究发现 今天有人说 水能变成油 明天有人说 推翻了相对论 所以呢 学界相当于是 一个过滤器 为大众 去尾存真 留下真正 有价值的创新 每个领域 都有自己的学界 医学领域的学界 是有经验丰富的 教授专家 体育领域的学界 是赛场上的裁判 学界 有时呢 还可以是普通人 比如对企业来说 他们面对的学界 就是全体消费者 他们推出的新产品 是否能流行起来 完全取决于 消费者 喜不喜欢 那这就意味着 创造力还需要 获得别人的 认可才算 诺贝尔经济学奖 得主乔治斯蒂格勒 就认为 优秀同行的 集体判断 比个人判断 更准确 更有意义 说服同时代的人 认可自己的思想 是科学家 应该承担的责任 学界 有很多方式 来影响创造力 比如说 学界会提出具体要求 来促使创新的发生 还是拿文艺复兴时期的 佛罗伦萨来说 佛罗伦萨的许多艺术建筑 从大教堂到城门 并不是丢给艺术家 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喜好 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这些建筑都有对应的 执行委员会 成员由银行家 牧师和行会负责人组成 这些人可以理解成 那个时候的学界 他们有着自己的审美需求 会审核不同艺术家的方案 经过多轮筛选 再把工作交给最合适的艺术家 可以说 正是在学界的高标准要求下 佛罗伦萨才诞生出 这么多伟大的艺术创新 从这个角度看 诺贝尔奖 也是学界对创造力的一种促进 每年的诺贝尔奖发布会 本质上是对学界 对各领域科学家的认可表彰 诺贝尔奖的巨大荣誉 会激励科学家们不断挑战难题 也会吸引各国政府 加大对科研投入 比如日本政府在2001年的时候 就出台了一系列发展科研的措施 来实现50年里 拿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 最后我们来说说个人 什么样的人会更有创造力呢 当米哈里问他的采访对象们 是什么让他们和别人不同 好奇心是最常见的回答之一 每个人在自己领域里 做出创新贡献的人 都能讲出一堆 关于好奇心的趣事 物理学家汉斯·贝特 从五岁的时候 就对数学计算充满了好奇 八岁的时候 就开始自己研究乘方计算 两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 莱纳斯·鲍林 从小就在药店里帮忙混合药物 不同物质间的化学变化 让他深深的着迷 想搞清楚背后的原理 那很自然的就走上化学道路 好奇心也带给他们非凡的热情 促使他们克服各种阻碍 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 不断前进 最终取得成功 有创造力的人 常常能够根据不同的场景 展现出互相矛盾的性格 这让他们能够汇聚各种可能性 来最大程度的探索世界 比如他们能表现出内向的一面 去忍受孤独磨练记忆 又能表现出外向的一面 和学界积极的沟通交流 他们常常很谦虚 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运气 但是呢也非常骄傲 相信自己与众不同 能做出非同凡响的事 另外呢米哈利也发现 这些有创造力的人 都非常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常常能从自己的工作中 体验心流 也就是一种全身心沉浸其中 勿我两望的境界 好 说到这里呢 我们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的内容 创造力和才华不同 它更注重的是 对现有知识领域的改变 创造力和三个因素有关 分别是领域 学界和个人 有创造力的个人 往往很有性格复杂 有好奇心 又常常能体验心流 领域为他们提供基础的知识体系 学界对他们的创新做出评判 那么一个人 具体是如何结合领域和学界 发挥创造力的呢 接下来的第二个问题 我们就来说说 创造力的运行过程 米哈利发现 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 进行创新的时候 方法各不相同 但总的来说 他们发挥创造力 可以分成五个阶段 分别是准备期 酝酿期 洞悉期 评价期和制作期 先来说准备期 这个阶段的任务 是找到要解决的问题 对数学家来说 可能是一道困难的定理证明 对作曲家来说 可能是写一首 反映某种情绪的歌曲 那对画家来说呢 可能是描绘特定时间的 天空颜色 只有找到了问题 创造力才有了 发挥的对象 那么在寻找问题的 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 要保持好奇心和兴趣 这让我们用开放的心态 来看待一切 从而源源不断的 发现各种问题 那么问题从哪来呢 常见的来源 就是个人的生活 这种情况 在艺术家中很常见 百年孤独的作者 马尔克斯就说过 他的创作冲动 来自于童年时 听到的神话和民间传说 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 复活这些故事 展现拉美文化的独特魅力 另一个问题来源 是领域 在各个领域当中 都积累着许多 需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数学领域 就有哥德巴赫猜想 等等难题 在人工智能领域 如何提升AI 对语言的理解 做到既迅速又准确的翻译 就是许多人研究的问题 而能源领域的问题 可能是如何开发出 更清洁环保的能源 同时呢 学界也会不断提出问题 很多科学研究机构 都会给年轻科学家们 指定研究方向 并提供相应的资助 比如说开发抗肿瘤的药物 或者搞清楚 某种疾病的成因 许多诺贝尔奖得主 就是解决了机构提出的问题 研究成果 最终获奖的 下面呢 说说酝酿期和动吸期 这两个阶段紧密相关 酝酿期是指灵感 逐渐成型的过程 而动吸期 是指灵感 被我们捕捉到的时刻 酝酿期可以说是最神秘 也是最具创造力的阶段 酝酿期的思考 几乎都在潜意识中完成 很多人都说不清楚 解决问题的灵感 是怎么从脑子里 突然蹦出来的 但米哈里的采访者都同意 把问题交给潜意识处理 让自己去做些其他的事 反而能够促进问题的解决 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 就这么说过 我现在游手好闲 无所失事 这意味着 我正处于富有创造力的阶段 发明家弗兰克·奥夫纳也说 如果你有一个问题 不要坐在那里试图解决它 我从来没有 只是坐着就想出了方法 方法可能是我在开车 洗澡 或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降临 认知心理学就认为 酝酿期的本质 是潜意识对已有信息进行加工的过程 当我们有意识地解决问题的时候 会习惯采用常规思路 一旦遇到需要发挥创造力的问题的时候 就很容易陷入瓶颈 而在潜意识中 理性不再起作用 于是我们搜集的信息 能以更自由更灵活的方法组合 也更容易产生有创造力的想法 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人误会 以为游手好闲就能产生灵感 其实创新者们把问题交给潜意识之前 已经做了大量的思考和准备工作 许多人都听过化学家凯库勒的故事 他为了研究本环的结构 绞尽脑汁 在一次打瞌睡的时候 他梦见本环像一条蛇一样 手尾相连 形成环形 在这一瞬间 他突然领悟到本环的结构 凯库勒能产生这种灵感 也是因为他已经冥思苦想了很久 有足够的材料 让他的潜意识进行加工 而不是真的靠做梦就能解决问题 等到灵感从潜意识进入意识层面 被我们洞悉到 就进入了评价期 评价期的目的是 研究这个灵感有多大价值 科学家会进行计算和做实验 看灵感是否能获得验证 诗人会揣摩从灵感里获得的句子 看他们符不符合作品气氛 当我们后退一步 用更客观的眼光去审查时 就会发现灵感的不足之处 许多灵感会被放弃 而当灵感通过了评价期的检验 被认定有价值之后 就进入了最后的制作期 正如爱迪生说的一样 1%的灵感需要99%的汗水来浇灌 制作期是最费时的 拿写小说举例 有一个吸引人的故事创意 只是万里长征第一部 JK罗林说过 哈利波特的灵感 来自于他在火车上看到的一个男孩 他不由自主地想象 如果这个男孩要坐火车去魔法学校 会诞生怎样的故事 于是他开始构思人物 设计情节 花了十几年才完成了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 米哈里建议在制作期 我们依然要保持开放的心态 关注领域的前沿动态 因为别人提出的新理论 或者发明的新工具 都可能帮我们解决问题 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的最大成就 就是证明了费马大定理 在独自研究的十年时间里 他也关注着其他数学家 对飞马大定理的研究 得到了很有启发的思路 最终才完成了证明 另外在制作期结束时 米哈利也建议 我们和学界多交流 听取别人的建议 这能进一步帮我们完善作品 刚才我们举的例子 都是有关那些创造天才们 但其实这五个阶段的经验 也可以为普通人所用 比如说当你在工作中遇到死胡同 怎么想都没灵感的时候 不妨就让自己放松一下 把问题交给潜意识 逛逛街 看个电影 也许那某个瞬间 答案就会突然降临 你也不要独自闷头干活 要多和同事沟通 听听他们的建议 这都能帮你更好完成工作 好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总结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 创造力的运行可以分成五个阶段 在准备期 我们寻找感兴趣的问题 在酝酿期 我们用潜意识来加工信息 产生灵感 并被我们洞悉到 在评价期 我们会审查灵感 确认它的价值后 就进入了制作期 最终呢 将灵感变成 可以拿给学界评价的作品 到这里 我们已经了解了 创造力的组成元素和运行过程 那下面的第三部分 我们就来说说 要怎么提升创造力 米哈里在书中提供了很多方法 对个人来说 有两点特别重要 一个是个人选择 二是自身挖掘 接下来呢 我就重点给你讲讲这两点 前面说过了 领域和学界都会影响创造力 但是归根结底 创造力还是要通过个人 来表现出来 为什么有些人 就是更有创造力呢 答案很复杂 基因 教育条件 父母影响 甚至运气都有影响 而米哈里认为 个人的选择很关键 由于创造力的发挥 和领域学界紧密相关 那么从个人角度来说 选择生活的地点 就非常重要 为什么选择地点 这么重要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 领域里的最新知识 在地域上的分布 是不均匀的 虽然现在互联网很发达 许多资讯呢 都能第一时间 在网络上看到 但是依然 有许多地方 知识更新速度更快 密度也更大 也就更适合相关领域的 创新研究 比如纽约 是文明全球的艺术之都 这里汇聚了全世界 最有才华的艺术家 你能第一时间 获得艺术界的前沿动态 知道什么风格和题材 受人欢迎 自然也就利于你的创作 在米哈里的采访的人中 许多人都为了追求知识 而搬家 有去剑桥学习物理的科学家 还有去罗马 学习胶筑技术的雕塑家 在这些城市里生活呢 还有一个好处 你可以遇到许多同行 你们的相互沟通 会碰撞出灵感的火化 这都对创新有帮助 选择地点的第二个原因在于 接触学界的机会 与所处的地域 也有很大的关系 学界密度大的地方 就是权威牛人多的地方 自然呢 容易扎堆出成绩 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里的 诺贝尔奖得主 比全世界其他大学都要多 这是因为芝加哥大学 在创办初期就拿出一大笔钱 来吸引顶尖学者的加盟 当这些大师们都聚集到这里 自然就会吸引更多的人前来 于是呢 牛人权威越来越多 形成了非常良好的研究环境 各种成果也一个接一个出现了 所以呢 如果你想在某个领域做出创新 那么搬到领域或学界集中的城市 就是非常实际的方法 选择地点的第三个原因是 合适的环境有助于灵感产生 中国的诗人会在山川瀑布之间坐视 西方的修道士 也会在风景美丽的地方建立修道院 而现在的高科技公司在设计大楼时 都会考虑风景因素 比如说苹果公司2017年完工的新总部 亮点之一就是有80%的区域属于风景地带 里面种植了上千棵树木 还有果园和花园区域 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 酝酿期的灵感产生 不能靠常规思考 而是要发挥潜意识的处理能力 在这个阶段 优美的环境可以成为有效的刺激 让潜意识更加活跃 为我们带来新颖的角度和观点 于是呢 灵感也更容易产生 许多富有创造力的人 都会选择环境优美的地方 来处理最有挑战的问题 花旗公司前CEO约翰·李德 曾经面对过两次重要挑战 他要考虑行业的未来前景 预测将面临的问题和机遇 并据此对公司进行改革 他分别选择了 在加勒比海的沙滩 和佛罗伦萨的公园长椅上 来思考这些问题 并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说完如何选择外部环境 下面呢 我就来说说 如何挖掘创造力 前面说过了 好奇心是创造力的原动力 它推动人们不断发现问题 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 探索答案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培养好奇心 来唤醒创造力 那么要如何培养好奇心呢 米哈里建议 我们每天都去寻找 让自己惊奇的事物 并试着去让别人感到惊讶 同时呢 将这些事情都记录下来 生活中 时时都有新事物诞生 也许是楼下刚开张的蛋糕店 同事间新流行的社交APP 或者是引发话题的电影 不要假定 你知道它们是怎么回事 放下对世界的成见 保持开放心态 你就能不断体验到新经验 并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 比如在发明家雅各布 拉比诺眼中 所有的机器都是新鲜有趣的 他恨不得拆开看到的每台机器 搞清运行原理 如果你能找到 让自己不断惊讶的领域 那么只要钻研下去 自然就会培养出创造力 而通过让别人惊讶 比如表达自己没表达过的观点 或者是改变自己的穿着打扮 我们能从别人那里 得到不一样的反馈 这也会拓宽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发现生活不一样的一面 从而培养好奇心 米哈里还发现 富有创造力的人 大多会记日记写笔记 这是为了让自己的好奇心体验 更具体而持久 否则那只会一时新鲜 回头就忘 写作不仅能避免遗忘 它本身就是一种思考 文字天然要求逻辑性 所以你写作时 就会下意识地整理分析问题 让它更有条理和系统化 从而加深对问题的记忆和理解 当我们用好奇心 唤醒创造力之后 就要学会保护创造力 我们要避免外界的各种诱惑和干扰 让自己集中注意力 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 而创新是非常耗费精力的事 所以创新者都很注意精力管理 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事情 很多人都对爱因斯坦的穿着觉得奇怪 因为他总是穿着同一件旧毛衣和旧裤子 但是对爱因斯坦来说 精力实在太宝贵 实在没必要花在琢磨打扮上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有疑问了 刚刚还在说要对生活保持开放 可以经常换换打扮 怎么现在又变成少做不必要的事 衣服随便穿呢 这是因为在创造力的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要求 当你还没发现感兴趣的问题的时候 应该用开放的心态 做各种尝试 寻找合适的目标 而当你确定了自己要钻研的问题 更合理的做法 就是把有限的精力都专注在目标上 那具体怎么做呢 米哈里给了三点建议 第一点建议是 管理自己的日程安排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中 有些人早上的工作效率最高 有些人呢 则是深夜最精神 有些人中午十一点就饿了 没法集中注意力 还有的人呢 必须吃点下午茶 才有力气干活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安排工作时间 让它符合我们的生物中 去最大程度的发挥创造力 第二点建议就是 抽时间进行反思和放松 专注工作当然很重要 但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应该安排时间停下来 对工作进行重新反思 回顾已经完成的事情和还没完成的事 有句话说得好 不要因为埋头赶路而忘了抬头看路 定期反思就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停下脚步 看看自己的方向有没有偏离 在反思阶段 你也可以多和学界沟通 了解一下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 并听听别人对自己工作的建议 这都会对问题的解决带来帮助 同时长时间的工作会积累压力和疲惫 这时呢就需要放松来换换脑子 最好的放松 并不是当个沙发土豆 什么都不做 而是做一些和日常工作不一样的事 对爱因斯坦来说 最好的放松就是暂时离开物理工事 拉拉心爱的小提琴 还有些脑力劳动者在闲暇的时候 会去做一些攀岩滑雪之类的体育锻炼 可以有效的恢复精神 第三点建议是改造工作场所 你的实验室或者办公室 是你花时间最多的地方 所以你要减少他们对你的思路干扰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每件东西都放到固定的地方 这样就可以避免东西找不到思路被打断 不过呢 这并不是说要保持整洁 有的人虽然东西摆得东一堆西一堆 但他自己都心里有数 随时能找到相应的东西 这也完全没问题 此外 你也可以在工作空间里放上对自己有意义的东西 比如喜欢的图书 全家福照片或者是证书 他们能够提醒你 你是怎样的人 你取得过怎样的成就 有着怎样的目标 这种潜移默化的心理暗示 能创造出让我们更专注的空间 避免注意力的耗散 好 说到这里呢 我们总结一下第三部分的内容 对于个人来说 我们可以选择领域或学界集中的城市居住 在优美的环境中酝酿灵感 让自己最大程度的获得外界的帮助 同时呢 我们可以培养好奇心来唤醒创造力 在找到感兴趣的问题后 我们要对自己的工作日程 工作场所进行安排 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注意力浪费 确保最大程度的发挥创造力 说到这里 创造力这本书也介绍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全书的主要内容 创造力由领域 学界 个人 三个要素组成 个人创造的作品或理论 要经过学界的认可 确定为领域带来新知识之后 才算完成了创新 领域和学界 能以多种方式影响创造力 是我们研究创造力 必须要考虑的外部因素 创造力的运行 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我们在准备期中寻找问题 并在酝酿期中产生灵感 洞悉灵感后 我们要对它进行评价 确认有进一步深入的价值后 就要在漫长的制作阶段 将灵感完善为具体作品 为了提升个人创造力 我们可以选择 能提供最多资源的城市居住 并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 寻找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和问题 在确定方向之后 我们要节省自己的注意力资源 尽可能地专注在工作上 这样才能让创造力 高效的运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